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节目节目 前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探讨的是 全球范围内关于环保气候变化 以及电动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 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遗传生产 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矿工面临的挑战 再到电动SUV的技术评测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复杂 但充满机遇的转折点 同时特斯拉的未来布局 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从自驾技术的探索 到在泰国市场的新动作 电动车领域的竞争 和变动车领域的竞争和变革 正加速进行 接下来我们还要聊聊美中两国 在国际贸易和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互动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中国之行 引发了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广泛猜测 而特斯拉C、欧埃龙、马斯克 宣布的机器人出租车计划 更是让科技创新的竞赛 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无论是在贸易政策的讨论中 还是在科技创新的前沿 美中两国都展示了各自的策略和野心 最后我们将关注Tesla近期遭遇的挑战 我们将关注Tesla近期遭遇的挑战和市场的反应 道理未来策略的调整 则在一段调整 在那市场竞争的加剧 Tesla似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短折垫 无论是取消低成本电动车的计划 还是转向开发自动驾驶出租车 Tesla的每一步动作都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随着8月8日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揭晓日临近 我们将继续关注Tesla的动向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电车简报为您带来的内容 带来的内容概述 希望能给您带来有价值的信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在全球范围内 关于环保和气候变化的辩论 正如火如荼的展开 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区 再到电动汽车的新技术 革新各种故事交织在一起 揭示了我们面临的复杂挑战和机遇 据雅虎美国报道 明尼苏达州的立法者最近决定不采用低碳燃料标准LCFS 这一决定背后是环保团体对乙醇未来的担忧 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第五大乙醇生产州 新乙醇厂消耗了该州三分之一的玉米产量 环保团体认为随着电气化的兴起 乙醇和LCFS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因为这导致了机油需求的减少 这一决策反映了在环保和能源转型方面的复杂权衡 环球邮报则从另一个常文气候变化的影响 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文章提到了 电动车EV生产对股的需求 如何对刚股民主共和国的矿工产生了严重的人道和环节后果 这一观点强调了在追观点强调了在追求零排放目标时 需要更加包容和综合的方法 以确保不会加剧弱势群体的困境 在新技术方面 电讯报对现代Ime 5n进行了评测 这款电动SUV被设计为具有运动性能 代表了84K5W的锂离子电池 最高功率达到641BPH毫米成为278英里 尽管Ime 5n在赛道上的表现受了赞扬 气加速能力和制动性能都获得了好评 但有评论指数由于车辆较重 它在狭窄的道路上的机动性并不理想 这一评测揭示了 揭示时在电动车领域性能与便利性之间的平衡 仍然是一个挑战 这些故事共同勾勒出一个更广阔的画面 在追求环保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平衡 包括能源生产的未来 弱势群体的权益 以及新技术的实用性 只有通过闪念和包容的方法 我们才能找到既能保护地球 又能满足人类需求的解决方案 近日特斯拉的志行长伊隆·马斯克·阿朗·马斯特 一次令人瞩目的公告中 为特斯拉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这一宣布 可能会对特斯拉的投资者产生重大的影响 尽管具体的细节尚未对外公开 这一消息Win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人们都在猜测 这将会是特斯拉的又一次打越境 还是一场赌局 而在日本时报的另一片报道中 特斯拉将重心转移到 自驾机器人出租车上的冒险行为 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长的路要走 尽管这项技术面临重大障碍 且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普及 但特斯拉似乎已经取消了一款 低成本汽车的计划 而选择继续发展其自动驾驶车辆平台 对于媒体的报道 马斯克辞职为假消息 虽然特斯拉稍微提供自驾车发展的具体时间表 但马斯克暗示将在8月8日举行一次揭幕活动 让外界对特斯拉的未来布局充满了期待 另一方面 日经亚洲的报道 则将焦点转向了泰国市场上的一场变革 中国汽车巨头正准备在泰国的皮卡车市场中 挑战日本的主导地位 通过引入混合动力和电动模型 长城汽车规 王莫特W一元 免正被在5月份推出泰国市场的手换 混合动力皮卡车 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也计划引入电动皮卡 也遮伤丰田和50人在泰国皮卡车市场 几乎占有近90%的市场份额 然而随着电气化的趋势 其他参与者的进入可能会威胁到日本 能会威胁到日本停牌在该国的地位 总的来说 从特斯拉在自驾技术上的冒险 到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泰国市场上的新动作 这些变化不仅代表着汽车行业内部的竞争加剧 也反映了全球汽车市场正在迅速变革之中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中国汽车品牌 他们的每一步动作都可能会重塑未来汽车行业的格局 在国际贸易和科技创新的舞台上 美中两国的互动总是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最近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詹娜 曾问到珍妮特·耶伦·詹 让人们对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关注和猜测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耶伦在为期五天的访问中 对中国的国内制造政策提出了呼吁 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改变 他专注于美国所认为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然而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此行是一个好的迹象 但同时也指出美国将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过剩产能问题放大 可能是为了推出更多保护主义政策 以保护美国公司的一种伏笔 多伦多星报提到美中两国已同意举行会谈 解决美国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关切 耶伦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副总理赫立方毁灭后 宣布了这一消息 他表示 他表示 会谈将聚焦于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 以及宏观经济失衡问题 包括过剩产能 耶伦对中国大量补贴绿色能源产品的制造 表示了关切 并未排除征收关税的可能性 而在科技创新的领域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是由CNN报道的 特斯拉信 欧伊隆 马斯克 欧拉姆斯圈部 该公司将在8月8日揭晓其机器人出租车 马斯克此前曾表示 特此前曾表示 特斯拉将制造一款无需人类操作控制的汽车 这些汽车将能够作为完全自动驾驶的出租车运行 为车主提供出租服务服务从而赚取收入 从而赚取收入 从而专家对其全自动驾驶Fullcell Driving功能的测试发现 该技术距离无需人类干预的自主驾驶 还有相当的距离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博弈中 还是在科技创新贸易中 还是在科技创新的竞赛里 美中两国都展现出了各自的策略和野心 耶稿访华所引发的关于贸易政策的讨论 以及特斯拉机器人出租车的即将亮相 都是在即将亮相 都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两国如何在核在合作与竞争中 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生动力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事件的发展 将进一步揭持博弃关系和科技创新的未来走向 近日来 电动汽车行业的巨头Tesla 遭遇了一系列挑战 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根据雅虎财经的股价在本周下跌了近6% 这一跌幅部分归因于电动车市场需求的放缓 以及产品策略的变动 具体来说 在周五当天股价下跌了3.6% 结束了这一动荡的一周 而引起市场震动的是 有关Tesla取消计划中的低于3万美元的电动车 并转而专注于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报道 对此Tesla的C.E.O.I.L.马斯克回应称 这一报道是谎言 并宣布将在8月8日揭晓该自动驾驶出租车 而关于Tesla放弃经济型电动车计划的消息 市场的反应似乎并不一致 如雅虎财经进一步报道Rodham Pay M的高级研究分析师Krey Gerwin对此持乐观态度 尽管经济电动车需求放缓 他仍对Tesla的长期前景持乐观看法 二位认为电动车因其较内燃机车辆 少65%的组件数量 具有价格下降的潜力 一旦价格大幅降低将在欧洲引发巨大需求 并可能成为美国家庭的第二辆车 另一方面 日本时报的报道则揭示了Tesla改变策略的另一个原因 激烈的中国电动车市场竞争 据悉Tesla已经取消了推出一款经济型电动车的计划 这一决定标志着Tesla从其长期目标 为大众制造负担得起的电动车 中了一次重大转变 尽管如此 Tesla将继续在相同的小型车平台上 开发自动驾驶出租车 总而言之 Tesla近期的种种多和市场反应 显然揭示了电动车行业正在经历的变革和挑战 从股价的波动 到对未来策略的调整 再到市场竞争的加剧 Tesla似乎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无论是取消低成本电动车的计划 还是转向开发自动驾驶出租车 都体现了Tesla在追求长期发展 和适应市场变化中的灵活性和前瞻性 随着8月8日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揭晓日 临近市场对Tesla的期待和关注 必将持续升温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你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访 康平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